在夏天的時候 把愛車停在有露樹旁的停車格 有樹蔭遮蔽 感覺還滿涼快的 但是如果到了颱風天 露樹恐怕會倒塌 就會壓到您的愛車 整棵樹直接壓在汽車上 這樣的畫面 常常在颱風天中出現 想避免愛車遭到大樹重壓 不少民眾會提前移車 高架有開換就高架 就這樣 第一點 第二 還可以避免隔淹水 大樓會比較安全 根據統計 全台北市有17萬棵樹木 其中8萬棵是行道樹 一旁就是停車格的機率 至少一半以上 然而樹倒意外事故 卻有超過三分之二 是發生在飛颱風時間 原因就是露樹已經生病了 因為核根病有很多 就是說你在外表看起來 這棵樹是很完整的 好像沒有傷害 但是實質上 它底部的根系已經唬爛掉 專家傳授五招 簡單辨認危險樹木的方式 最明顯的就是樹幹上出現了菌菇 表示樹木已經生病 另外像是腐朽的深度 超過樹幹直徑的三分之二 樹皮開口的長度 超過樹幹周長三分之一 以及樹根有空洞或者是裂傷 甚至是樹幹肌部會搖晃等等 都是危險樹木 很可能只要強風一吹 就會被吹倒 因此民眾想要避免碰到樹倒意外 停車前可以先自行確認 記者林東明 張宏泰博多